真的是让人跌破眼镜 台北市新店王 不在西门町不在东区 而是出现在五分谱商圈的巷弄内 这是一间屋龄48年的30瓶店面 以1.2亿高价成交 平均算下来呢 一瓶要393.4万元 专家推测说 应该是自营商家 卖下了成租店面 加上这一间店呢 是有全壮屏数外的增建空间 而且因为屋龄高 长远来看 还有都庚以及伪老效益 因此吸引买家入手 2023台北店面交易单价 最高的店王 不是在西门町 也不是在东区 而是位于五分谱的巷弄内 五分谱巷弄这间转角店面 7月以1.2亿元成交 单价393.4万元 荣登今年台北市最贵店王 巷弄店面如何卖出破予身价 就是它可能有一些自用的需求 那所以说呢 它愿意就是购置这样子的店面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呢 有可能是它有一些其他的空间 比如像说一楼店面的话 可能可以用到地下室 它未来如果有可能走向这个 都庚围绕的这条路的情况之下 它其实在目前去制产的情况之下 未来确实也会有利可多 房产专家分析 不少店面都带有储藏空间 即使不在大陆旁 长远来看还是有独更效应 颇吸引买方入手 而第二名是台北车站商圈 开封街店面 单价354.2万元 第三名则位于信义安和商圈 单价298.4万元 台北市店面前五名 一瓶单价都破250万 而南部高雄电王是他 位于三名区的高雄上美数 一瓶85.9万 第二名是位于左营区 一瓶78.1万元 高雄台北电王分别出炉 但单瓶价格差超过四倍 台北更是出现在巷弄内 出乎意料引发话题 记得送我报道